原标题,俄军突然两线出击,美国多个盟友凑手不及,战绩上空无际于是作者,刘承佑。 图片来自网络美俄对抗家具,俄罗斯雄独挑美国领导的狼群,美国的盟友也被迫卷入其中,成为俄罗斯报复的对象。 据海外网3月30日的报道,日本防卫生证实,日前俄罗斯海军离架1238N反潜巡逻机,逼近日本领海空域,在日本海东部海岸长时间盘旋,航空自卫对数架战斗机,紧急起飞进行拦截。 据悉,1238是上世纪70年大苏联研发的反潜巡逻机,而形式俄罗斯对其的深度改进行,满边食人,可在整个弹药和武器,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具有反潜,侦查和对海攻击能力。 近段时间时间以来,俄罗斯在日本周边海域动作频繁,据俄卫星通讯社3月26日报道,以特里布茨海军援帅号,和维诺格拉多夫海军援帅号大兴反潜巡逻核心的俄远东太平洋舰队突击群, 在日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术讨和演习,出动了包括丁海边将军的土副142和1238版潜机在内的固定义军机,并发射了短箭防空导弹和大量雨雷、深水炸弹,引起日本方面高度紧张。 而在此之前,3月12日,俄太平洋舰队还在日本海演练了火炮打击,出动了MPK-82版潜舰,P-377、P-420破坏艇,对空降的敌军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此外,当日俄军还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中的宅州岛,国后岛进行了陆军演习,出动了500余名官兵和70辆坦克,装甲车。 而2月半时,俄罗斯四架屠夫95M-S战略轰炸机,在四架苏35M-S战斗机的护卫下,在度抵近日本东西部海岸,引起空自紧急起飞应对。 俄海空军平凡出现在日本海岸线附近,进行高强度的军事演习,除了对日式一样,为俄罗斯与安倍围绕北方四岛归属,即和平条约的谈判增加筹码案, 也属于美俄全球对抗的一个重要战场。 毕竟,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富城航母,美海军第七舰队和第三远征军,共计35000余名美军驻家在此,大大小小的军事基地,后勤设施,训练场所多达80多处,震收远东战区的俄太平洋舰队安能对其做事不理。 与此类似,除了对亚太地区美国的铁杆附庸进行敲打之外,俄罗斯还对美国在欧洲的铁杆盟友进行了报复了。 据英国国防部网站3月29日证实,俄空天军两家屠夫160战略轰炸机逼近英国本土,皇家空军数架阵风战机,从洛西姆茅斯基地紧急起飞,对俄军的屠夫160战略轰炸机进行了拦截。 这次俄罗斯之所以派出核轰炸机闪击英国,打了英国一个措手不及,主要也是在美俄对抗选面升级的情况下,英国充当了极限风的角色。 今年2、3月份,美俄相机宣布退出终导条约,并启动为期180天的退约程序,美俄对抗选面加剧。 从3月14日开始,美国B-52同门曾把美战略轰炸机10天内,其次逼近俄罗斯本土,对俄和弹仓库所在地加里宁格勒州,以及波罗的海舰队基地,进行了威慑和模拟轰炸。 B-52一度逼近俄西部重要城市圣毕德堡,最近距离只有200公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美战略空军大举出动,是从数个不同的方向对俄施要。 比如,编号60-0061的B-52,出现在爱沙尼亚上空,编号61-0015的B-52则出现在罗马尼亚领空,并进行了空中加油,还有一架B-52出现在巴伦巨海。 巨额空军苏27战机巡逻时反馈,在波罗的海发现了两架B-52战略轰炸机的踪迹,并对其进行了跟踪。 这些平凡出击的美军B-52轰炸机群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军两架图附160核轰炸机拿都不去,先来位候英国了。 当然,拜访了英国之后,俄军的屠夫160在米格31的护航下,还寻北巴伦之海、挪威海和北海,昭示了俄军的存在。 就在近日,普京开版,约100名俄军和35段物资,进入了委内瑞拉,开辟了美俄对抗的新战场。 毫无疑问,随着美俄对抗加剧,美国的盟友承受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作为美国在欧亚的重要盟友,英日两国。 被普京的铁拳,打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 但不同的是,虽然同样压力山大,但日本的压力最大,毕竟日本国土狭小,又临近俄罗斯远东战区,历史夙愿,主权争议和地缘政治的对抗,让日本在雄角下颇为艰辛,作为美国的不成航母,日本或将沦为宝贵的炮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